索尼PS5游戏机多少钱一台 在哪里买比较好 百亿补贴靠不靠谱 我没有店铺 这也不是恰饭 纯分享 欢迎大家补证 我们以国行PS5光驱版为例 目前这个时间点 价格在2800多到3500多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价 具体后面讲 先说官方渠道 一共有三种 这个在索尼PS官网是可查的 第一类 线下直营店 国内一共有9家 分别是北上广深 武汉成都杭州重庆南京 第二类是线上商城 一共有4个 PS猫旗舰店 PS东旗舰店 索尼猫旗舰店 索尼自己的商城 第三类连锁门店 一共有4个 山姆顺电 我这台PS5就是从顺电买的 还有两家我不太了解 上面这三类都是索尼官方的 价格也都差不多 都是3500多 如果你不那么在乎价格 但必须确保是正品真品 可以参考上面这些渠道 那如果你觉得有没有价格便宜一点的呢 继续往下看 索尼PS官网还列出了很多体验店 另外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电玩实体店 还有各大电商平台也都有很多卖游戏机的店铺 像这种非官方直营的店铺非常多 其中PlayStation某东自营也算在这个里面 像这些店铺平时价格在3300到3500之间 如果赶上大醋可能会到3000 但是这些渠道有点鱼目混杂 因为就算某东自营都会被称为二手东 实体店就更不用说了 具体得看老板良心了 我们作为普通玩家 分辨这些是很难的 我估计有同学该问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2800多是从哪来的 想要这个价格就得挑战一下你的软肋了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我就问你某多多的百亿补贴你敢买吗 因为很多人说它保真不保新 目前PS5二手的都卖2600多 全新的它才卖2800多你还敢买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五彩斑斓 百花齐放 我在这不安利任何困难 大家根据自己的认知 根据自己的钱包余额 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行了 不过最后我得升华一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买同样东西少花钱了 就算不从产品本身给你着备回来 也会从舆论上被贬低一下 就像吃了个苍蝇一样 省几百块钱本来是挺高兴的事 想炫耀一下 结果被说成保真不保新 然后陷入自我怀疑 那如果你多花几百块钱从直营店买的 你是不是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告诉别人 让大家竖起大拇指呢 也不会 因为仍然有一部分人在背地里会说你 智商税冤打头 难道你买的东西和白衣补贴的有区别吗 还不都是一样 所以这里边就得有独立思考能力 各位想一想 某东自营的货和索尼官方旗舰店的货 有区别吗 再想一想 某东自营的货平时卖3,400 在大醋的时候卖3000 这个货又有区别吗 以上说了这么多 我估计会有人问我 那你会怎么选呢 假如我这台PS5坏了 我会选一个2800多块钱的日版 而且我会勇敢的去面对 因为这个少花的这点钱带来的任何风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感谢观看